那么今天晚上是飞龙数据的时间 先看一下这个数值吧 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月 如果记得的话 上个月飞龙数据不是很好 那么这个月的话 目前的预测值可能是在18万上下 就比上个月略微好一些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 如果是18万附近的 较为正常的预期值 目前看的话这个市场 这样的预期的话 符合现在的美国的一个基本形式 当然美国的配龙数据 偶尔会产生一些 不一样的这种可能性 比如说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建立一种逻辑 就是目前阶段的话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本轮的飞美走强的这么一个行情 实际上是从12月份的飞龙以后 一直到2月份的飞龙以后 一个月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飞龙 然后呢 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市场的话呢 现在可能是说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情况 就是说 目前美联储是依旧在加息的这么一个状态 正常来讲的话呢 加息的时候美元会上行 但是去年的行情并没有这么去运行 并没有去这么运行 那么但是 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 那么去年的话 你可以把它归纳为 最终美联储加息以后 在美联储加息以前 由于美元进行的较大幅度的上涨 就是美元指数 然后呢 它等于是相当于把去年的几次加息的一个 对美元的影响提前的在市场中走完了 那么变成的是加息以后 等于是相当于是 美元开始反而回落 但是 我是觉得 抵消掉三次的加息 然后呢 回落 那么这个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说美元之前多涨的部分 在三次加息以后 回落到现在这个水平 我觉得已经接近到一个正常 如果再继续的下行 美元走势回到 这个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结束的时候 那个价格 我觉得略微会夸张一些 略微会夸张 当然不排是这种状态 好了 那么我们开始建立什么样的逻辑呢 就是说 假设 美元要走强 假设美元要走强 那么 应该建立的一个逻辑是让市场不相信 美联储会 加息 美元会加息 那么如果不相信回家息的情况下 不相信回家息 那么就业数据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一部分 当然还有通胀数据 就业和通胀 那么也就是讲 如果就业数据出现了不好的状态 甚至美国的失业率 在过去的一个 怎么讲 过去的一个 从去年开始 在一直的下降状态 那么在近几个月 一直维持在一个低点 4.1 那会不会出现一些反复 会不会出现一些反复 比如说 回到4.2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说 这些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市场认为 美联储也许不会这么快的再次加息 或者是 美国经济数据不好 然后让市场认为 美元会再次的走路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是 可能会是一种 对市场来讲 就是 逆转思维的一种概念 就是利用这种消息面 让市场不相信美元 会走强 如果出这种概率的话 就假设嘛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的费能 最后结果出来 是不及预期的 比如说又是一个数万 甚至于更低的一个数值 那么美元可能会再次走弱 但在这个走弱的时候呢 市场就认为可能 是不是新的一轮美元呢 下跌又开始了 那我觉得 要的可能是这么一个时机 然后呢 也许是 触发美元走强的这么一个契机 这个 这个思维能明白吗 就是 相当于它是用一个 嗯 就跟 这个好像是 就跟这次的 非美的反弹之前 12月份的非能 如果你们还记得 12月份的非能数值 12月非能数值 实际上是很好的 如果还记得 我记得当时应该数值 应该 20万 那么很好的数值 其实 如果 单看数据的话 应该是利好于美元 但实际上 从我们现在看的话 刚好 那个地方 是什么 是美元的最高点 回去可以看 我就 我如果 愿意去 往往往回看的话 那么也就是讲 也许 这次非能并不好 但是往往 也许又跟 12月份一样 不好的非能 结果它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美元的最低点 或者是 美元最低点的附近 因为 12月非能的话呢 公布的时候 有些品种在 非能公布以后 也是有一定的下坡 就是非美 就是不是立刻就 非美拉升起来 在飞龙之后 还是有这么几天的一个下跌 但有些品种可能 这些的话 你就可以回去看 所以为什么说 基本面消息 有时候 是顺下的 而有时候可能会是 然后可能会是一个 行情的一个拐点的 出现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了 这个的话呢 我只能是 为什么来这么分析 那么 因为主要还是 对于 扭币的 一种 认知吧 就扭币昨天 对 刚好是走到 55节这个地方 然后给大家看过 然后在我解盘以后 它进行了一次 向上的拉升 到我再次解盘的时候 价格又回来了 价格又回来了 但是呢 略微价格 比我解盘的时候 略微高一点点 因为解盘的时候 刚好就是在 昨天那个最低点 0.7333的复典 然后 当然了 同学讲 我认为可能是 回撤到 34 这么一个 一个均线上 但是它又达到了 55节上 但是 因为扭币的 这个 运行结构当中 我认为 它是被压缩的空间 时间等于是要走 然后被压缩了 一定的空间 那么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是上去 它没有立刻的 破掉前期高点 然后呢 回来以后呢 受到了 支撑的 一种支撑的作用 然后再向上撑 感觉上 是不是 衰竭了 就是说 从现在直观上 你看 它可能创了新高 然后反弹 无法突破 反弹 无法突破 那么假设 按照我刚才那个逻辑 那么 如果不急 那么市场可能会 出现大大的上限 对吗 就是如果不急 因为美元 美元怎么样 美元其实是 可能会是走弱的 反而非没有走强 来一轮 好 那么我要的可能是这个 但是这个行情走势以后 如果出现了 我觉得它不会立刻下跌 这个就是现在行情的一个 我们需要耐心的一个原因 就是 它在这个被压缩的空间里边 由于 如果它走完这里 立刻就跌下去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时间上太短 就相当于是今天是 如果今天是又上行的话 那么今天就变成 现在虽然是一颗阴线 但是有可能会变成一颗 下影线很长的阳线 或者是下影线很长的 一颗十字星 这也是有可能 因为昨天收盘 3.74 那么今天如果这么走 那么也就是讲 我觉得临近到那个高点 然后呢 它可能后面还会有回落 然后再上升 这是我对 现在非能 如果我建立一个逻辑的话 这个逻辑是我能够建立出来 因为这个逻辑建立完以后 如果发生了拐点 我觉得才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市场是反转形态 那么行情下跌了 然后今天晚上出的非能很好 然后行情直接跌下去了 那么一个很好的非能 伴随着非美的下行 这个市场里面 大多数交易者都看得到 那你很难说这个地方 如果是下跌了 然后立刻就有人开始 就可能会有人做空谈 如果有人做空谈的话 它再往下去运行 就会产生很大的阻力 所以反而是另外一种次的 就是把12F那种思维 你调过来一下 12F思维是非能很好 然后也很转身 当时我说可能有必要反弹 目标看到0.70 然后呢后面修正 那么这个地方也可能反过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样 那有可能 美联储加息 在新的 美联储主席的领导下 变成了 也许他今年的 报告里会提到 我的加息可能和就业没关系 因为就业已经很充分了 可能就业市场 可能并不是我主要考虑的 也许我考虑的是通胀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刚好会 在非能的时候一个高点 如果三月份他要加息 那不就整个就砸下去了吗 那这种概率性 而且为什么说 这几个可以做坤 其实从纽币最近的基本面来讲 是很糟糕的 它的通胀水平大的下行 前面CPI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么从他本国的基本面来讲 是不好的 本国基本面来讲是不好的 那么在这个不好的基本面情况下 有人说那为什么不立刻跌呢 就是说明美元可能现在作用力 还更大一点点 但是如果当美元失去这个作用力 就变成它内部的运行因素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可能会下行 所以这个地方相应是 如果美元打起来 就逆转四年 就是让市场会觉得 可能非美的上涨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觉得就临近了 那么归纳起来的话 就是说那么它回到了一次 55节这个均线之上 又回到了 又回到了一次 而且今天这次目前的话 是一个点都不差 都是0.7342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拉升 我还是觉得它会再有 次亿级的一些回调的位置 所以还不是立刻会爆发的点 它只是逆转思维 就是从现在可能开始有人准备做空非美 到它改变市场 觉得市场不要去做空非美 不要去做空非美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看一下我们市场现在 做空当中更关注的是谁 做空的品种当中更关注的是谁 那么那个品种也许在未来的当非美开始走弱的时候 它可能变得最强 那么这个地方就要可能有一些细节 我觉得欧元当然算是一个 因为欧元的话呢 因为它主要是目前看的话 还没有走升破之前那个高点 但是如果按照我今天讲这个逻辑的话 很有可能会涨破 很有可能会涨破 涨破的时候 如果有人去做空它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去涨破它以后 如果反而跌下来 那么可能会形成一个 类似于一个感觉上是个假突破的概念 然后呢 又跌回来 又跌回来 然后这个要后续看 就是说先看今天晚上非能走势 是否和我的预期相一致 就是一个并不见得很好的非能数据 然后呢 美元开始就瞬间走弱 然后呢 其他非美开始上行 那么包括澳币 包括 包括这个这些品种 澳币的话 比如说今天可能 走到一个下坡的一个位置上 但是我说了 它其实也是没有能够有效地穿越四小时图 我们去看一下后面非能的时候 如果非能把它再打起来 也是可以的 这里边我就要再强调一下 说后期我还是觉得在 那当我去做空扭币的时候 我觉得澳币有可能不见得会跌得很凶 甚至于可能就没有多少下跌空间 那么这里边的话 还是探讨一下澳元对扭元的走势 那么澳币对扭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走势图 是一个震荡的运行 对吧 没有问题 是个震荡的运行 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反复的微型结构 反复的微型结构上下 那么如果在大一个周期 就四小图 可以看一下 那么它是从上方运行到下方 那么现在面临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是一个连续的地点 都是在1.0850附近 都是在1.0850附近 所以在这个地方 会否出现比如说下破 如果下破的时候 如果下破的时候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横向结构的破位 但是当它跌到1.08的这个关口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个 我认为 就是我这条 这条均线当中是一个支撑辅助 1.08 那么思考一下 如果澳币对扭币 1.08的时候是 是怎么样一个水 怎么样一个可能性呢 那么可能就是 扭币还有一个上升 因为澳币在这两天的话呢 可能稍微的会走弱一点 所以它可能如果 市场如意 就是跟我讲的可能相似的情况下 也许它只能向上 约微的上涨 比如说涨个40点 但是纽币也许会有一个1%的涨幅 比如说再次回到0.74以上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澳币可能是只有0.5的一个运行 而纽币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运行 甚至于到后面 因为澳币的话呢 它现在有一个结构 那么它可能在这个结构当中 也许好一点的 不好一点的非能数据 可能它会反弹 但是它可能 可能立刻去冲破它 那么但是呢 当纽币的话 也许就可能会冲破这个点 那当它这样的一个运行结构 就是变成是澳元对纽币的一个 向下的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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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的破位的话 其实是来到了一个支撑点 来到一个支撑点 好 如果这个支撑是有效的 我们可以假设它将来是这样运行 因为支撑有效 然后上涨 其实这个也符合过去这个走势 你看这个走势当中 向上运行 回撤 然后突破 回撤 再突破 可以说得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澳元对纽元 如果再有一轮大能上涨 这一轮 这上涨的时候是 其实这轮之前的话 澳币和纽币的价格已经很近 那我同时还记得 那个时候澳币在0.74 澳币在0.77 然后纽币可能在0.75 就是很近很近了 然后之后打开了 那么回来 如果再打开 就变成是 可能会是 纽币的再有一次的下行结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澳币未必会 会大得动 所以当然 看一下后面的整体变化 那这是我的一个 之前讲的一种思维 我觉得现在 快成熟了 这个逻辑吧 快成熟了 所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末端的 整个走势 末端的整个走势 然后就可以 把这个记录到 我们的思维里面 然后看一下 它这个末端的 这个 会否 跟我想的水智的 好 那么这是 因为重点的话 是说它 因为通过它的分析 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是 非能是一个这样的运行 好 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它对其他的品种作用力 可能也是 也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个 非美的一个 走强的一个行情 那么 像比如说 通常来讲 非能 可能黄金会重点被关注 因为通常 非能在 非能的时候 黄金的市场的波动值 会 会相应的大一些 那么在这个运行当中 它现在回撤到 小时级的支撑 要回撤到小时级的支撑 那么 就要看它的运行 如果 出消息 它往上达 这可能是一个 上涨的一个行情 而会否冲过它 就要看后面 就现在我没有盘感 既没有盘感 往下 很大的下行 我没有盘感 往上走 那么 它也存在一种可能性 是横向的 就是说 虽然非能不好 那么我刚才有点讲 那为什么是纽币呢 就是 我觉得纽币是 有资金在之中 去进行的一些操作 所以在周期性上来讲 它可能会更好的 我可能会更好的读取它 但像 黄金 黄金的话之前是 四小时的支撑 然后打到了小时级的 均线上 然后昨天的话呢 有一个 越微的上坡 到了美盘的后半段 凌晨的时候 一个上坡 这个时间都很诡异的 就这个上坡都是 然后之前都不动 当然有人说 可能有数据影响 但是就说 它这个时间点 都是在很晚的时间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呢 要是把昨天晚上 那个很深夜的上涨的幅度 都吃回来了 你都没有延续性 好 所以那么 就看非能的反应 就看非能反应 如果非能 有反应的话 它是一种 逆转思维的概念 在我的 整个的体系里边 如果你在一个 大的关键点 想去完成转换 但是呢 你又没有一个 对市场的一个思维的 一种一种统一 或者逆转市场的一些 可能 大多数人的思维的话 你就想直接的转世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 所以才是今天建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非能逻辑 如果这个逻辑 成立的话 如果成立 我觉得刚好有可能是一个 做空非美的事情 但是 我说了 选择纽币做空 未必就是 其他非美会有很大的波动 也许 也不大 也许也小 但是可能 纽币的话 也许会有一些 幅度 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我讲的那一个道理 就是 你看现在的运行结构当中 所有的品种都 其实都是一个上限结构 如果按照日线图来讲 按照日线图来讲 你都可以算是上限结构 唯独纽币现在 如果和去年的 年终的那个高指寸 它还是一个下跌结构 这就是做空它的理由 这个应该说有通 因为这是一种基础分析 现在还在 感觉上还在一个下跌图形当中 一个平整 这就是一个基础 一个原因 好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 我建立这个逻辑呢 跟大家去讲一下 但是这个逻辑呢 我讲后知后觉 就是现在都没有办法先知先觉 但不稳定啊 这些我讲的都是后知后 就是说我先去判断一个 那么我要看市场的反应 是否和我判断相一致 如果相一致 说明我起码和市场的同步性 贴合住 那如果贴合住以后的话呢 那么再去分析 我想去交易的评准 它的周期性 然后再加以去交易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好 那么今天晚上的话 除了非能力以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11点钟 还有这个耐用品订单啊 工厂订单 跟这个制造业相关的数据 也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当然了 具体的话 这些品种 这些数据对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那么可能也许没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它可能会有指引性 有指引性 包括这个消费者信息指数 就是说跟通胀相关的 这么一个 就是包括通胀类的预测等等 这些都可能会有一些 需要我们去观察的一个行情 那么其他的品种 我希望它是不动的 就是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这个时候在这几天嘛 纽币最好是走到一个 更强的状态 就是说它现在的话 不算是更强 因为它迟迟没有上破 也破过位 然后欧元也接近前高 接近前面的高点 英镑也是接近 纽币是稍微的远一点 我希望它在末章的时候 能够出现一个大的一些 就是说 类似于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市场认为它会有一个上行 所以今天建立的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当然如果有同学说 按照这个逻辑去 想去交易 那么这个逻辑 想去交易的话 那么 当然值字能在下方 因为 我一般 可能听我解盘的同学 时间长的应该明满 一般如果我大方向是 准备做空的 即使我认为 还有上涨的一些空间 我通常也是不交易的 因为 如果万一没有 如果直接跌下去 看空的人 但是因为我做了多单而亏损 那这个是不被我允许的 不被我允许 但是你如果是 像 如果想去做 那你就要严格止损 下方挂一些止损点 那这个不排除说 可能会被 瞬间扫一下 然后又上去 因为非农师有可能会这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是 因为没有提前的布局 所以我选择后织后织 就不是第一时间就要进场 看他整个的反应 然后看他整个反应 好 有人说 那为什么会跌呢 就是 还是那种概率 就是我觉得今年可能 每年初会改成 稍微鹰派一些的加息 不像这些业伦 一定要和什么就业相关 一定和就业市场相关 一定和通胀数据相关 也未必 历史上 就是 有过 不和这些关锅的 因为经济复苏 就是加息 不需要等待 因为等待 就是加完息以后 通胀率也会升高 这就是那种逻辑 而不是说 等到通胀率升高再加息 只是把顺序变了 我先加息 我认为 其实我加息 通胀率也会跟随升高 还有一种就是 等到通胀率达到标准 我再去加 我觉得今年有可能会改 如果改了 那这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如果你说去年 美联储加息是被动的 从而导致美元的下行 今天就变成美联储主动的 那么也就会导致美元的上行 就这么一个逻辑吧 好像其他的品种 其实也都差不多了 这个位置基本上都是横向 包括像每家呀 每日呀 这些品种 就是 每个强点就是到了 接近到111的那么一个关口 所以给大家看过 四小时的那么一个压力位 所以 差四个点吧 差四个点 就是 可能一会儿会走到 但这个地方会否起作用 这些是我现在无法确定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无法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有压力 那么我觉得压力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这个地方又没法交易 虽然我是 确实是我觉得非美还有一轮走强 这么一个行情 但实际上每日的话呢 也会有一点特殊性的 因为日元的走势通常和其他几大货币的话 还是有很多时候会是一个负相关的 所以就要看了 如果比如说非能出来以后 它先下跌 然后再跟着上线 所以那么每日的话 我建议 我建议是说 如果 出数据以后 非美 大的 有所大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上涨 每日 如果看的话 起码 这里像是一个上涨的结构 如果它出现大的银件 反而适合去进行一个买入桥 而不是做空桥 那么目标可以看到哪里去 目标可以看到回碳到 111的位置 因为110确实是4小时的一个压力位置 但是我觉得前方这个下行 给它一定的调整空间 当然这个空间并不大 但是我就说可能会有点空间 但是再上方我就看不到 智云 市场现在 然后其他的品种 暂时没有一个好的交易建议 包括欧元 包括英镑 包括这些品种 我还要看 现在因为离非农 还要两个小时 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 它们先是 向下的一个运行 它升运点断掉 那么 如果它是一个 向下先运行一段 我觉得更好一点 所以要看一下 因为有可能在飞龙之前 它要先再往下走一些 那么我觉得 它也可能就是出了飞龙 但是呢 不上坡 这个地方要观察 只能是观察 现在做不了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地方 昨天像我昨天讲的 我觉得 昨天从我解盘的时候 我跟大家去讲 因为我觉得纽币会涨 然后我觉得欧元 也可能会再次上行 但不确定 它是否能够触破它 也可能走到 差不多我当时指的位置 就是可能指到这个附近 最终的话也是到这里 那从昨天解盘的话 那个时间点 对吧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就是比当时解盘是高40 那么如果它就不动了 我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如果它比如说 今天非能走完以后 上下的幅度 上下的幅度 我是可以接受 因为我希望纽币在下跌以前 让别的平整 而纽币显得更强一些 最好是如果出了数据以后 纽币反而是有上坡的行情 其他品种不动 我觉得是我想 希望看到的一种走势 包括欧元 包括英镑 包括欧元 包括欧元 最好都 不去掌破前面的高点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种假象 为什么有一种假象 就是所谓的假象就是 纽币虽然会破 假设纽币会破 我们看到的0.743这个高点 然后会在短期内给市场感觉 诶 纽币会更强 可在实际上 纽币它并没有超过去年的高点 要记住 我觉得这是用假象 明白吗 而其实实际上欧元 英镑 澳币 都已经超过去年的高点了 只有纽币没有超过 那如果纽币在最后超 就最后现在我们看到 最后这个时间节点 感觉上要去超越去年的高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去做空 那么其结果就是 因为今年 所有品种都超过去年的高点了 黄金 澳币 澳币 扭币 等等 对吧 那么 唯独比如说 扭币 扭币没有超过 那么 我去赌你吧 我觉得 我觉得 你不会超过 那我在零级领的时候 我去做空 好 零级领的话 无非就是进入到 去年高点那 100点我觉得就ok了 去年是0.75 今天是0.745 刚好就破掉这个高点 因为这是0.745 这100点我再去找一个 较为好的一个极限的位置 做空 如果你破不上去 当然就会下行了 那么从远 再往未来看的话 当走 如果走出来这么一段行情 那么将来解释两周 也解释得通吗 因为它是一个下跌 破位 拉升 然后再下行的过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将来这么 真的这么去走 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1 2 3的结构 是一个相关复杂的结构 就变成4 和5的结构 就会是一个简单性的结构 见过这种结构吗 这种是一个V型结构 还有一类结构就是 下巴 但是一旦启动 就不回来 就是类似于这种 你看 像这个地方 在它正式开始上行的时候 有没有打回来 有吧 像这种极限位置 这几点是0.3954 前面是0.3893 就差50个点对吗 是不是 然后就打回来了 那么你看到它当它完成这个底部的去转换的时候 从它开始启动的时候就不再回来 包括正常 比如说你说 反而就相应一个概念就把杯型这种结构 从4.5的转换变成是2.3的转换 所以这也是我现在觉得扭币是有可能怎么这么一个转换 那么也就是说1.2.3回复在4.5翻来可能很简单 好吧 我觉得就比较值得去做 所以就先这么来解析了 那么目前看的话呢 也是还是在这个支撑位 吃到支撑位去做了 好 那么就今天看一下非能的走势 还是我昨天讲的 这个就是用来做观察的 不能作为一个确定的脚椅机会 因为没有市场心理 之前也没有做市场的铺垫 那最好的话呢 就是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再有适度的拉回加上上涨 最终让市场变得不相信非能会上行 非能会下行就对了 好吧 耐心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就好 好 那我就已经把这个我今天认为非能的一个状态 然后跟大家 会否今年后面会变成鹰派一些的加息 那么我现在只是预测 正常来讲要等到三月份 每一处会议 然后就能看到一些结果了 好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这样 因为非能之前可能也不见到有什么大的动静 再过两个月吧 到四月份 然后改完令时 那么解盘的话 非能就在我解盘的之中了 就现在的时间点就好是非能运行的时间 那么 那个时候就会 包括到那个时间 我觉得市场的震荡和波动行情应该已经转化完了 现在是震荡偏震荡 到那个时候应该是偏波段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非能就会有一定的敲哑机会了 到时我们再去看具体的一个 看当时非能的一个状态 好吧 基本上就这样 如果愿意读周期的话 还是要可以跟牛币 我觉得牛币还是有一定周期的 然后呢 就看它的整个形态 好 那么它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一下 然后 然后回答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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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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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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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